而且他的錢是來自他跟他的爸爸 多次的孝心的付出 法拍物的取得 我再說一次 我們一邊在播放那一天 記者會那一天 閻清彪先生 這個很有氣魄 我看了是跟你一起拍桌子了 你不是不畏戰不拒戰 接受挑戰嗎 來啊來啊 到現在為止 你的辦公室主任不敢接電話 你不敢接受我們的任何的訪問 結果名人不做暗示 你偷偷摸摸的打電話給其他的民粹 在節目裡面評論你的人 你打電話給人家 就算你講話很客氣好了啦 老虎要吃人之前 也是偷偷摸摸的跑到那個人面前去 把他吃掉啦 接到閻清彪電話的媒體人 接下來會怎樣 這個消息傳出來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封口蝦陰 要不然就是收買 要請教德語 這種現象 他們二十幾年來 敗世不爽 他們以為這個時代還是他們的時代嗎 我再說一次 閻清彪先生我們今天打電話給你 你還是不回電話 我跟閻清彪先生鄭重的聲明一次 你那天在記者會上 你說相差的不正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相差的不正這件事情是一個 這個你口中批評的對象 你到底是不是講周宇寇 因為人家記者問你是不是周宇寇 你說你們自己去想 所以你講的是周宇寇 叫你道歉 你有本事你過來啊 你還打電話給媒體人 這窩窩囊囊的 閻清彪你是大哥還是俗辣啦 我今天公開的跟我們媒體界呼喚啊 打一通電話 可以透過一個政論節目裡面釋放出來 這不是放話嗎 這不是嚇人嗎 另外一批人幫他洗白 重情重義 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這個閻清彪什麼個重情重義法 拿公家的錢公資源 那搬公家的這個職位 然後去施小會到處去宣傳 現在這個選戰已經開打了 你知道 而且這個開打 就是他們的舊式的做法 這個傳統的這個選舉的做法 用半恐嚇 用陰影打電話給你 然後用這個節目裡面 叫人家幫他洗白重情重義 用斷章取義的方式來做 德語 孰可忍孰不可忍 鐵清彪你有本事 你打電話 我們接啊 你來上節目啊 要不然我們公開辯論嘛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呃 寇姐確實我想 我們在寇姐節目當中 我們所評論的這一些 不管是他過去的相關的這些判決 或是相關的這些債務都是有憑有據的啦 那如果說這一些評論 他沒有要澄清 那可能表示說他也無從澄清或者是根本不想澄清 那剛剛回應到剛剛朗東兄所講的 反而有一件比較小的事情 他就趕快急著澄清 那我們那麼多包括寇姐還有好多的這個媒體節目都在討論的這一些啊啊包括債權包括土地包括相關的這些債務糾紛那其實應該要講清楚啦啊不能說啊投資啊有賺有賠就一句話要帶過啊不能說我當初我是出土地 可是有的人講說當初他答應陳孟生是要出現金的呢他是當初答應陳孟生要出現金的啊那後來那個判決書也有講說他其實找了好幾個啊國民黨的這個地方人士包括這個啊前彰化縣長阮鋼蒙也在這一個判決書裡面那所以說到底當初他們的這一個啊生意合作啊是如何來進行那啊目前的評論如果有錯那那個董事長這應該齁大家拿出來講清楚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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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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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有在關注到這個 中國兩岸議題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他臉書裡面特別有寫到 抱歉我沒有拿到原文 但是我摘不下 他特別講到慎思疾恐 慎思疾恐這四個字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慎思疾恐 這是這最近才在中國網路上流行的用語 這四個字 我們大概臺灣人很少在用這四個字 那這代表什麼 慎思疾恐這四個字 大概就是他的這個寫手 要嘛很熟悉中國的這個文化用語 要嘛就是他根本可能跟那邊有一些連結 很自然的去寫出慎思疾恐這四個字 這個讓我們不得不懷疑說 他背後的這一些公關 或是文稿的這一個人員 是不是對於被中國的這個文化統戰也好 或文化洗腦也好 他們不自覺 所以用出了慎思疾恐這四個字 這是臺灣其實沒有人在用的字 所以說包括他現在 其實他們是採取兩手策略了 第一個是因為今天十五號開始 候選人登記開始 那他們嚴寬人是說他十八號才要去登記 那今天林靜宜早上已經先登記了 那如果他登記參選之後 所有對他的這個包括檢視甚至指控控訴 就會扣到這個選罷法一百零四條意圖使人不當選的部分 但是他兩手策略嘛 一方面他嚴寬恆本身他壓低姿態 他打這個悲情牌 他訴求他是在地 甚至對於過去兩個禮拜 所有的這一些檢驗指控 他都認為是鋪天蓋地 黨政軍執政黨加媒體 對他的聯合打壓 那當初是對父子的這個檢視 那如果說回到候選人的部分 可能這個他講說 慈悲無用 法律見 那這個就是用一百零四條來 對於所有人想要來對他檢視 他就要用法律的這個訴訟來嚇阻 他想的太美了吧 那第二個是這個 嚴金鏢 嚴董事長 他們的兩手策略是 一個是盡可能的放軟 盡可能的 打電話給媒體人 對 比如說 然後叫人家說來說 他重情重義的 包白包包七十萬 前面送七十萬 後面A七百萬 他這個重情重義 重情重義確實是在他們地方上 他們長期累積的一個品牌也好 或是他們給大家的形象 重情重義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傳統的這個聚落地區 一定很重 這個包括紅白鐵 那這個尤其是這個白的 請問你有沒有去紅白鐵 你也有去啊 我們有去啊 陳思坦也有去啊 蔡其昌也有去啊 扣姐我們就是要講這個 大家都有去啊 只不過人家是白包 是包一千塊 你是包七十萬 你這七十萬哪裡來的 回過頭去跟政府拿錢 跟那個臺電這個啊 要錢 這種叫重情重義嗎 啊 這種叫做這個啊 這個啊 哪班啊 貪貪別人 然後施小匯給別人 這個叫做假情假義好不好 你們這個臺中的中二選區的選民 還真相信他重情重義 你們上節目替他講話的那些媒體人 你臉皮哪這個啊 真夠厚的 你們當記者 當了那麼多年 你不知道這個叫假情假義嗎 所以我要跟啊 公開的跟我們的媒體界的名嘴說 你不要因為這個 炎青苗打了電話以後你會害怕 我告訴你啦 他打一百個電話也沒有用啦 因為正義會贏啦 第二 他打電話還要叫人家出來放話 像話嘛 第三 兒子在那裡說要告人家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選爸法的考量 我告訴你啦 我們每一天做節目都聲明 這是公眾議題啦 不要被他怕到啦 我要問的是啦 你顏寬恒為什麼住七旗啦 為什麼他是殺戮人 為什麼他不住在殺戮 為什麼他住到七旗去 七旗是什麼 是很有錢的人才買得起的房子 不是嗎 七旗確實是台中現在發展最精華的地方 對就是等於台北的地堡 就是當年的連勝文的翻版 假裝自己親民愛民 結果自己住到的是七旗 那這個朗東給我們看到的那個圖片 是二零一四年 他就接受訪問自己所承認的 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以前毫無顧忌 以前的嚴家沒有人敢檢驗他們 沒有機會檢驗他們 誰檢驗他們就打電話給你 然後就消音 所以這兩件事情令人覺得很憤慨 要請教一下易瑜 你也是這個律師出身 現在玩這種策略 一方面用司法在那裡嚇人 一方面還用媽祖來這個保護自己 媽祖好像變成你嚴家的門神